国际名厨江振臣日前宣布将在今年底应退,退出餐饮第一线。 一直以来,江振臣是无菜单和创业料理的指标性人物。 事实上近年来,无菜单料理在台湾的餐饮界掀请了一股流行风潮。 许多人就是冲着主厨的知名度与光环前去用餐消费。 只不过所谓的无菜单料理,指的就是没有菜单可以点。 客人吃什么?全凭主厨决定。 但是一颗料理动辄好几千元,往往还得必须得提早定位。 而实际消费后,会不会产生期待落差呢? 究竟要怎么看待无菜单料理这个新兴的饮食文化呢? 带你一块来关心。 顶级澳洲龙虾,火粉后放在铁板上,与香菇碗香玉笋入菜,最后加点牡蠣酱。 龙虾肉吃起来鲜甜,还带点花香气息。 煎到金黄的北海道干贝,跟蛤蜊鱼子酱共舞。 底下趁着地瓜叶,咬下口感浓郁鲜甜。 板前是师傅现役的竞技场。 客人一边享用餐点,一边看着主厨将新鲜食材转化成华丽美食。 上菜仿佛一场表演秀。 这是时下最夯的无菜单料理模式。 就连AI教父黄仁勋来台,也一连走访好几家。 无菜单料理的它的一个特色,包含这个,它有一点神秘感。 然后它让人产生这种好奇心。 同时间因为它也是一个预约制的,所以它会让人家有个期待, 因为都是好朋友才预约到的。 那在过程里面,通常我们看到在这些主厨来讲, 他们在料理过程,我们刚刚讲创意等等, 更具体的就是说,他会把每一道的食材跟料理的过程当作是一个艺术品。 无菜单料理店消费动辄好几千元, 想要抓住老桃味蕾,不仅菜色得精致, 就连服务必须到位才能紧紧抓住客人的心。 服务很好,他们很贴心的会帮你的龙虾, 把它你剥的,来了蛮久的时候, 他也算是傻比斯就是会送你红酒。 会让你想要带去就对? 对,重点是帅哥。 对帅哥的印象很深入,很高吧。 对,很像那个明星一样, 每一个都很认真的在做他的那个料理。 因为我们是一个常常是一个聚会区, 所以我们大概一个人就有两三千, 那四五千都会有啦。 那高价单位当然会有, 但我不好意思说啦,让我打破那种思维就是说, 不一定要装潢的很好, 价位我们可以接受,但是真的很好吃, 我喜欢无菜单料理。 那都高档人士去的。 你如果去会先做功课吗? 会,一定要。 你好,这边坐。 师父请问一下我们的菜单。 我们这边是无菜单料理哦。 那请问我们价位怎么算? 我们这边的话有两千六跟三千六, 那差别在哪里? 我们差别主要在食材的等级跟部位去做区别。 到底什么是无菜单料理? 没有菜单客人又该如何点餐? 无菜单料理顾名思义就是没有菜单, 有什么吃什么。 然而追本溯源, 无菜单这个词与台湾人熟悉的日本料理渊源很深, 意思是任由主厨决定的服务。 说日文有一个叫おまかせ, 那おまかせ如果你看它的日文写, 它里面有个汉字, 那里面有个任意的任。 如果大家不懂日文, 可是也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任意的任就是, 意思就是说由这个厨师, 然后他帮你配菜, 然后他帮你选择, 然后他用当季的食材, 然后来帮你选择说, 什么样是对, 什么样是他最擅长的手艺。 早上九点钟, 主厨阿诚来到台北市果菜批发市场, 挑选新鲜鱼货。 这算当季的吗? 对,现在夏天是最热的季节。 这时候最适合是生的, 因为它里面有很丰富的导火, 像这个壳, 像这个越厚的话, 它的肉就越饱满, 对,那像这个的话, 跟那个比的话, 主厨就会挑这个, 因为它这个比较厚。 北极被做刺身, 小香鱼炸成天妇罗, 菜市场卖什么最新鲜, 阿诚就买什么。 就是因为没有菜单, 客人大多是冲着主厨功力或慕名而来, 厨师的料理技术自然得在水平之上。 无菜单料理的差异主要是在, 我们可以因应客人每天的需求, 然后每天不同的食材去做一些, 些微的调整跟变化。 相较于一般餐厅会有固定菜单, 无菜单料理因为没有巨式菜单, 大部分会先说明价位与当日主要食材, 至于料理方式与份量大小, 则取决于厨师的巧思。 如果是Omakase这种厨师,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主角, 那你去是因为这个厨师, 那厨师他就是, 他等于说这个餐厅的一个创意, 创意或是创作者, 他比较像是一个艺术家的角色, 那艺术家的角色他就是会由他来决定, 你吃的这一顿饭的流程, 然后还有经过, 还有那些方式。 干煎白虾用酒焖一下就能起锅, 然后腿排汉堡搭配羊油煮笋饭, 吃起来清爽不油腻, 店内没有高档派头的装潢, 也不用进口龙虾鲍鱼水产, 他是创新台菜的无菜单料理主厨阿国师。 我比较大的挑战在前几年的确是客源, 会不稳定, 但是我觉得也很幸运, 我们从来也没有说真的就没客人, 但我后来想通了一件事情是, 我必须让每一次来的客人, 都有理由爱上我, 让他愿意再回来。 路线很台的阿国师, 为了让客人爱上他, 笑说自己很老派, 只选用台湾在地食材。 其实有很多国外进来的食材, 又大又漂亮又便宜, 很多厨师也选用这样的, 不管是因为经济考量, 不管是因为这些厨师受到的是西方的厨艺训练, 所以他们熟悉的是这样, 但是台湾本土的元素就越来越不被看到, 它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人工成本贵, 也有可能是我们文化上的偏好, 所以我冬秋给自己的一个条件就是说, 我要去多认识台湾的元素, 那我就先画一条线是, 我要用所有的食材都是台湾的。 为了了解阿国师到底有多台, 民事一言堂采访团队, 跟着他走出厨房, 前进产地, 第一站来到彰化芳苑, 拜访养养人家。 你好, 欢迎光丁, 这是我们的牧场, 我们可以里面走走看看, 那这就是我们自己饲养的羊汁, 那我们的羊汁都是高床饲养, 师有超市羊农第二代, 本来在科技业工作, 七年前返乡继承家业, 发现国产肉羊市场日渐萎缩, 即便自产自消, 仍面临生存危机。 那客人就是相对来讲, 是比较喜欢的是三层的部分, 也就是带有油脂, 那后腿相对来讲就是它是纯瘦肉, 所以相对来讲大家认为说, 它的纤维比较粗, 然后它很容易就是比较有, 有柴的口感。 主因在于羊前腿吃起来肉质细嫩, 羊后腿的运动量少, 筋膜多, 口感略有嚼劲。 我们当初在跟阿国师谈的时候, 阿国师有很认真的跟我们讨论过说, 一头羊来讲的话, 相对自消, 比较难去化的部位是什么? 其实我那时候跟他表示是, 很明显的, 我们在市场做贩售的话, 三层跟前腿都会最容易去销售的部位, 反而后腿是容易最难去化的, 所以阿国师就为了我们, 然后他去开发的一些, 就是大家平常比较不会去联想到的一些羊肉的料理, 比如说我们这次的羊肉的汉堡排, 因为他需要瘦肉, 然后他需要鸡膜, 阿国师去创造这样的料理, 然后去让大家体会说, 其实羊肉不应该只有单一种羊肉乳这个选项, 而是有更多的可能性。 解决完羊农伤脑筋的问题后, 我们寻着阿国师的产地地图, 前进第二站, 来到嘉义布袋的一间养虾厂, 烈日当头, 老板陈大哥正准备捕捞白虾。 还有更大劲的。 12个月,15个月, 因为现在温度比较高, 大概8个月,5个月就有了。 养虾超过20年, 为了养出活跳跳的健康白虾, 每天细心测水质, 捕捞前两小时停止喂食, 确保虾身经营剔透。 你只要不手, 它买虾身经营两小时吃就好了, 它就整个都消化完。 就是要收之前停止进食, 那那个, 它因为进去的食物就会消化过, 所以那条泥场就会几乎看不到。 虾子的大小, 它买有冬, 冬的冬的冬, 同时主要都在这头。 看它冬的大小后, 你就知道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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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。 要摸才知道, 有些东西要摸, 那里有顶担不顶担摸, 其实我有参考。 这次, 三十多。 虽然台湾白虾新鲜, 活动力高, 然而国产虾规模小, 产量少, 市占率仅占三成, 大多仰赖进口。 根据冬委会统计, 2022年, 台湾进口白虾三万六千多公顿, 主要来原国依序为洪都拉斯, 尼加拉瓜, 巴拿马与泰国。 虾子在台湾不好养, 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, 一下冷, 一下热, 一下下大雨, 所以这几年养虾子的收成都很不稳定。 然后进口的虾子又便宜, 国外人工成本有点, 所以它可以一盒打开, 每一尾都很大尾, 挑得很漂亮, 那价格可能只有台湾虾子的一半。 有些卖相差的虾子只能见价销售, 不舍虾农心血泡汤, 阿国师脑筋冻得快, 在料理过程多花点心思, NG品秒变美味佳肴。 那当我越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, 我就会觉得我跟农与民的生活, 越靠近一点, 我越能够理解说, 他们遇到的辛苦是什么, 他们喜欢的是什么,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很奇怪, 为什么这人来买东西, 他都不问别人要的那些部位, 他都问你冰箱还剩什么, 卖不掉的给我, 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太有趣了, 别人卖不掉我们能处理, 那不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吗, 就没有食物被浪费掉了。 主厨阿国师好比魔术师, 透过一双巧手将食材与土地连结, 巧巧将食农教育端上餐桌。 有些主厨深入产地, 了解食材特性与农地特色, 有些主厨则提供道府私厨服务, 专攻企业或私人生日, 聚餐邀约, 让客人在家也能享受高档餐厅的精致饗宴。 像是广受名人喜爱的阿红师, 结合中西料理手法, 道府客制化餐点, 就连摆盘也很讲究。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, 这个模式是不错的, 跟他们同业之间, 他们可能有一些熟的, 他们就互相拉着去做, 一些类似我们讲说精致的外汇。 灯光美,气氛佳, 不管是主打厨师光环, 顶级料理,食农教育等卖点, 无菜单料理餐厅形式越来越多元。 服务很好, 然后环境也很舒服, 蛮隐私的, 整体吃起来的环境就是很舒服这样。 所以我觉得你要进去无菜单, 吃无菜单料理的话, 应该要是认同老板的理念, 就是说那你要去评价, 可能不是说他收你多少钱, 而是你认同这个老板的理念, 跟你吃完这一餐以后, 你有没有觉得老板的理念, 灌注了在他的料理身上, 这个我觉得才是, 你去品尝无菜单料理的一个核心。 售餐馆吃一顿饭, 与其纠结有没有菜单, 不如回归厨师和饕客之间的互动, 包含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, 以及专业精神态度, 这才是成就餐桌美味的关键。